請大家再看這個照片 這張照片說 學生向北平市民宣傳演講 為什麼要抗日 一直要大家要抗日 但是那時候 現在就一定不抗日 但是不是要說這個事情 是要讓大家看 那時候的北平 那時候說有什麼 首都 那時候的房子就是這樣 當然這是在一般的地方 我相信這是一個 類似廣場的地方拍的 廣場的房子也是這樣而已 但是這是大概19幾幾年 我猜大概1935年 剛才要開始抗戰進場了 好 但是1935年的時候 台灣現在就像那冠 請大家看一下 有差嗎 有差嗎 差那麼多 當時的台灣 這是台北 請大家看這是台北 好 那如果不要看台北 不要看台北 看比較正常的 看鹹水看咖哩都可以 請台北醬 台中州廳 這台中州廳 不看台南 台南州廳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不看高雄 來 高雄州廳 那時候的高雄 為什麼這樣 當然這都是什麼 這都是什麼 類似管政府 那時候的高雄州廳 那時候的高雄州廳 大家看看 看有漂亮嗎 不漂亮 來拜託拍一下 先這樣 高雄州廳 我要說是說什麼 平平 中國那個時候 1935年先這樣 但是平平 1935年的台灣先這樣 日本人來到這裡 到底建設多少 大家都已經有比較 那時候台灣只能辦世界普蘭會 已經辦了 1935年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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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台灣那時候的文化 水準是比中國好很多 我相信中國人 你也不可以好喝這點 是 所以喬治克爾在 比出賣的台灣 這本社裡面就說 中國朋友來到台灣的時候 很不能適應這麼現代化的生活 腳下車把小孩搶來 不可以騎就降到新城 蓋車不知道 蓋車變成胖 所以超載病氣 現在 美軍顧問團要求陳怡 說要拉一條電話線 雙方有個溝通的管道 他把電話線放在那裡 鐵樓 鐵樓 鐵樓上面 比鐵樓還到這條 所以只要火車一開動 到過就回去 所以中國那時候 對現代文明是完全不了解 這兩個文明是比較 台灣是贏過他們的 是 其實我這邊有個照片 就是說那時候 所謂這個戰爭結束 蔣介石他們回到上海的時候 你看這個 我後來 剛才看宏妤那個 我後來發現說 可能那時候 中國的都市大概只有上海 有這種所謂 跟台灣類似的 上海的租界 太壁 現在這個地方就是所謂外灘 現在上海是最繁榮的地方 剛才前面有個教授說 我們觀點會不會太親共 那我們就用一個 這個是毛澤東 他說有一些是親共觀點 對 這個毛澤東這本書 這本書最近很有名 而且是 中國現在是禁書 所以應該不是什麼親共觀點 他這裡面講到 蔣介石 因為我們前面看到 抗戰 所謂抗戰勝利 你看這麼大的慶祝 在這種租界的地方 那表示說他那時候 生活很高 可是為什麼後來會失敗 逃到台灣 他這邊有一段 其實講得滿清楚 他說蔣介石的失敗 還在於他的家庭觀念很重 他戰後的行政院長 是蔣夫人的哥哥宋子文 宋的政策使蔣家跟宋家 還有他的這個蔣夫人的 所謂蔣夫人 他們現在用這個詞 蔣夫人們 對 的姐夫孔祥妻家族都發了財 日本投降後 宋子文把重慶跟南京 汪精衛政權的貨幣退萬率 訂成極不合理的1比200 各位想想看 以前到台灣是1比1 4萬比1 那時候是1比200 也就是說重慶一塊錢 你在上海南京這些地方 要200塊 只此一舉 使孔宋家族的財富 大大力膨脹 而汪政權下 人民的財產大大力縮水 在宋子文治理之下 接收大員們 隨意指人為漢奸 敲詐勒索 所以這是蔣介石自己講的 他自己在文章裡面寫說 蔣介石寫道 金富平津各地軍政黨員 窮奢即此 狂嫖爛賭 並借黨團軍政機關名義 贊助人民高樓大廈 設立辦事處 招搖勒索 無所不為 所以那時候大公報就說 國民黨政府的接收 是勝利的災難 這是蔣介石自己看到 自己講的 那時候在那時候 那個什麼 蔣介石 還有大家看看 那時候有什麼好招牌 我要跟大家看 那時候有什麼好招牌 為什麼 請大家看一下 紐約時報 2003年10月25 這年美國的檔案公布了 這我們大家說過 好 那時候他這樣說 內文裡面這樣說 說羅斯福 對不起 杜魯門 杜魯門說 他說他們是賊 他們一家都是賊 他說他們總共偷了美國 美元多少錢 7億5000萬美金 因為他總共給10億美金 要來拯救中國經濟 7億5000萬 叫蔣介石拿去 對 有一些錢送去哪裡 在美國 去買算保羅的房地產 有在美國而已 人家是10億元做中國 結果7億5000萬美金 最多他們在那裡 我要請教 將這裡欠 欠中國人多少 台灣不要說 現在先看 跟我說中國就好了 貪污腐敗 這才有什麼好尊敬 今天說中政策 不能改名 我們來講 我們一陣子有說的 高宇宿回憶錄 我今天沒帶來 高宇宿他就是被指控為 所謂的漢奸 是 他是台灣人 在日本投車 而且他對中國 其實那時候台灣人 對中國都有 都知道自己是漢民族 所以他到 他到 他到他到 他到去中國 他到去中國 去那邊去那邊 去那邊去那邊 到那邊是多少錢 他放出來 是 兩百條金條 兩百條金條 嚇死人 你看兩百條金條 現在是多少錢 法輪慢慢條 不然他們一條 對 所以你看 剛剛有名拿出那些東西 你說那時候 他們是如何的恆徵暴戀 所以高宇宿 台會在那邊寫 他在那邊說那時候 這些要接收大員 這些要重慶來的 這些要刊完 辣三家 我們就說過了 太閣跟什麼 靠北 對 大家都八十八八八 是 這個 我們現在說陳怡 這就是陳怡 這大蝦 這個 這個陳怡 陳怡後來秦官 秀的時候 像這個 陳怡 秦官 西德台灣 是 他死的時候 他死的故事 剛才給台灣人尷尬 我剛才一直要證明 糟糕他只有 他跟他有自己 嚇臺人不夠 所以後面他離離百八十八 身分岩 他死的故事 他死的故事 半年 我們說 既然他死的故事 他死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